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正式学习第五单元的第一课 今天这节课呢 Claudia先会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 德国文化史上有哪些著名的人物 来认识几个德国代表性的文化景点 大家都了解哪些呢 好的 首先呢 请大家翻到书本的八十三页 我们来看一下书上第五单元的非页 首页部分 有非常多的伟人的照片对吧 男不能说是照片 应该说是他们的画像 或者说肖像图对吧 OK 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要求大家 请大家看一下这两行图片 那么他们呢 当然都是德国文化史上的一些伟大的人物 你认识几个呢 那么关于他们 你都知道哪些小故事呢 OK 那么Claudia来猜一下 我相信第一行第二个这一位和第一行最后这一位 想必大家都肯定认识吧 别托分和卡尔马克斯 对不对 别托分和马克思啊 那么一般性小学初中墙上基本上都是会挂上他们的画像 对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 请问第二行当中你认识哪些呢 OK 那么Claudia就不为难大家了 大家既然学习德语 那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 大家还是要非常熟悉的 第一行呢 其实分别是Heinrich Heiner Heinrich Heiner 德国的著名的诗人 他的诗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就是他写的 你可以说他是一个Dichter 诗人或者作家 Schriftsteller 第二位呢 就是著名的大音乐家 Lutwisch van Beethoven Bethofen 我想你这个就不用我详细介绍了吧 命运交响曲啊 月光啊 那都是他的作品的吧 那注意他的身份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Componist 作曲家 第三位 戴个帽子的这一位 可能也有点眼熟着我们历史书上会友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 倡导宗教改革的就是他 那么他的身份 我们可以说他是 Heligungsreforma 宗教改革者 大家要注意把这些身份头衔的名词 一定要记住他 第四位 第四位他的名字非常非常的长 Giorg Wilhelm Friedrich Rieger 就是著名的哲学家 Rieger 他是一个唯心主义的代表 我们说哲学家 Philosoph 下面这幅图片 大家一看到有两位 对吧 其实非常好猜啊 他是 Pöderheim 格林兄弟 那么大家知道吗 有一个小背景知识啊 其实呢 格林童话并不是格林兄弟 他们俩写的 他们呢 其实是收集了一些民间的故事和古老的传说 然后整理出了这样一本格林童话 想必大家小时候都看过吧 所以呢 我们把他们称作是 Märchen Samler 童话收集者 第一行的最后一位就是 Karl Marx 马克思著名的思想家 哲学家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称为 Dinker oder Philosoph 他既是思想家 又是哲学家 对吧 OK 那么这是第一行 第二行呢 分别是 Emmanuel Kant 说到中文的话 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啊 康德 他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所以他也是哲学家 Philosoph 第二行呢 大文豪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哥德 他的代表作 The Leiden des Jungen Werders 少年维特之烦恼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作家 Schrift der Steller Next Johann Sebastian Bach 巴赫 那么他是德国的作曲家 Componist 第二行的第四位 Friedrich Nietzsche 他就是尼采 那么著名的哲学家 Philosoph 第二行的倒数第二位 这个是Friedrich Schiller 著名的希勒 那么他其实也是很多头型啊 诗人 剧作家 包括他写了著名的戏剧 我们经常听到的阴谋与爱情 就是他的代表作 那么他的身份可以是 Dichter oder Schrift der Steller 最后一位 Richard Wagner 理查德瓦格纳 那么这个大家可能会陌生一些吧 那他其实也是一个Componist OK 那么以上呢 是一些德国著名的文化史上的人物啊 音乐家 哲学家 思想家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图片呢 其实并不重要啊 他们的画像 大家可能记不住 万一你的脸盲症一犯 换一张图片 你可能就不认识了 对吧 那么这边呢 主要是带大家了解一下 每个历史人物 他们各自的身份 至少说到尼采 你要知道 他是一个Philosoph 说到巴赫 你要知道 他是一个Componist 我的Musica 好的 那么Claudia 考一下 大家都记住了吗 请大家把下面这些人物 和他的身份对上 下面请大家判断一下 根据你自己的观点啊 下列哪些是属于文化的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的答案是 Litteratur 文学 Film Musik Architecture 建筑 Geschichte 历史 Heligum 宗教 那么人为创造的一些 都是属于 Kudor文化的 好的 那么以上这些呢 就是我们 今天这节课的 一个小的热身 大家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 那么了解了 这么多的 德国的名人和文化的 这样一种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要正式来学习 这一单元的第一课了 那么这一课当中的名词 特别是复合词会比较多 我会带着大家 首先来读一遍 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待会我们好完整的 去理解课文的内容 那么如果是个别单词 非常重要的话 我就会展开来 讲它具体的用法 希望大家能跟上我的节奏哦 好的 那么 首先是 表示地标或者标志 表示圣旗歌特式的 歌特式叫一种风格 中楼或者教堂的坚定 sich um etwas drehen 表示围绕 zum Beispiel der Mund dreht sich um die Erde 月亮绕着地球转 就可以这么表达 地球绕着太阳转 你会说吗 next der Schrein 表示必喜或者贵 Kunstschatz 我们知道 在口语当中可以表示 honey对吧 这种你称 那么在这边它表示 其实就是宝贝 Kunstschatz 艺术珍宝 Meter-Arter 表示中世纪 Geminder 乡政 动词 for-ending 节目动词表示 完成 圆满结束 形容词 Mechenhaft Mechen表示童话 所以童话般的 Kunst-for 加上for 表示非常什么什么的 对吧 那么这是 艺术性极高的 极固动词 Unlocken 并且是个可分动词 它表示 Atwas fascinieren 表示吸引 那么跟它相关的 同义词啊 比如说还有 形容词 Fascinierend 迷人的 或者 Fascination 表示魅力 吸引力 Drehort Drehin 有拍摄电影的意思 所以这个就是 电影拍摄地 Der Vogel Die Vögel 表示鸟 Next Etwas verraten 表示泄露 透露 经常会用到的搭配就是 Ein Geheimnis verraten 所以如果你说 你别把我的秘密告诉别人呀 就是用 Verraten 透露 泄露 Next Rehaushagend 形容词 表示突出的 卓越的 下面又是一个复合词 Jahres Ereignis Ereignis 表示事件 所以这就是年度事件 比较重要的 Treffpunkt 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 表示聚会地点 碰面的地点 Fairliga 表示出版人 出版商 复合词 Buchhändler Händler有这种 贩子这种意思 这边的话就是书商 Next Bibliotheca 图书管理员 下面又出现一个 Kunsthändler 这个表示 艺术品商人 Illustrator Oder Illustratoren 表示 绘画家 Agent 代理人 代理商 Next License Oder Licensen 这个跟英语非常像 对吧 License 同样表示授权 或者许可 Fairluck 表示出版社 注意刚刚前面的是 Fairliga 是出版商 Next Dinkman 表示 纪念碑 复述 常见的是 Dinkmeler Next Dong Z Jermanden Ermorden 这表示 谋杀 杀害 下面这个概念 可以了解一下 Dastryter Reich 第三帝国 指的就是 纳粹 德国 注意不要理解错 有个小的历史背景 大家可以听一下 因为 希特勒 他认为 他自己的 Dastryter Reich 第三帝国 是继历史上 神圣罗马帝国的 第一帝国 以及威廉一世 和比斯迈 创立的第二帝国之后的 这样的一个 第三帝国 体现他自己的地位 对吧 Next 一个景点 Das Brandenburger Tor 柏林的 波兰登堡门 Next Errichten 建造 建设 下面一个 复合词 比较复杂一点 Beton Pfeiler Beton 表示的是水泥 所以这个呢 是水泥柱 我们待会 在一个景点当中 会遇到 Next Hagen 表示 耸利 形容词 unschuldig 我们叫 Schwart 表示责任 或者这种 有罪的 对吧 unschuldig 变成形容词之后呢 它就是 无辜的 或者无罪的 Nationalsocialist 简称 Nazi 指的就是 纳粹分子 Städter 表示 地方 场所 Degang 表示 过道 Beton Ställer 表示 水泥柱 跟刚刚前面 那个是一个意思 Beton Filer 这种词 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了 Next Fertzweiflung 表示 绝望 它的形容词 绝望的 用 Fertzweifert sein 动词 Nachforzien 表示 设身 处地的去理解 也就是 这种体会 领会 You的 犹太人 最后一个动词 Eleiden 表示 遭到 遭受 Zum Beton Ferletzun oder Miss Erfork Erleiden 是 受伤 或者 遭遇失败 好的 那么 以上呢 是单词部分 名词 或者 复合词 比较多 大家有一个印象 OK und 现在 我们来到 Text A 我们来到 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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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 阅读理解 以及 它的一些题目 Text A 这篇文章 的 Title 是 Kurterlandschaft in Dutchland 这里的 一个名词 Kurterlandschaft 我们先打一个问号 我先不告诉大家 怎么去理解 那么通过 大会的这篇文章 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 什么样的 一个意思 那么 这篇文章前面的 阅读理解题 大家去预习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ÜBUNG ZWEI 题目要求是 ÜBERFLIGEN SIE DEN TEXT UNT ORTEN SIE VORGENDE UBERSHIFTEN DEN JERVALIGEN ABSHNITEN ZU 要求 把下面这篇文章 完整的阅读一下 然后呢 给四段内容 加上 对应的标题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给的 四个标题啊 都是一些什么 第一次 NEUSCHFANSTEIN 德国的新天鹅宝 第二次 HOLOKAUST MAN MAN HOLOKAUST 它指的是大屠杀 并且是特指纳粹时期 迫害犹太人的这个大屠杀 所以呢 你要说南京大屠杀 还不能用HOLOKAUST的这个词 那么MAN MAN 纪念碑 所以是大屠杀 纪念馆 DREITENS DER KÖHNERDORM 这个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啊 德国的这个 柯隆大教堂 最后一个呢 是一个活动 叫做 FRANKFURT BURCHMESSER 就是法兰克福书展 那么前三个 都是景点 对吧 SINCE WERDICHECHTEN 最后呢 算是一个 FERENSTARTZ IN DEUTCHLAND 那么下面呢 请大家阅读 下面的四段文章 然后完成这个匹配练习 我给大家一点时间 做一下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 ZUERST Abschnitt A Er befindet sich im Stadtsyndrom der größten Stadt in Nordrhein-Westfalen außerdem ist er das Wahrzeichen dieser Stadt er ist die bekannteste hochgotzische Kirche der WERD der Grund dafür der Grund dafür ist 地搜尾 地标性的 对吧 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歌特式教堂 说到这里 大家已经猜出来 是哪个了吗 非常明显 对吧 OK 那么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 它的建造时间很长 持续了超过600年 也就是从13世纪中叶 一直到1880年 对吧 那么这种 歌特式风格当中呢 人们是想要尽可能地去靠近上地 所以这是 歌特式风格 So war er mit seinen 157 Meter hohen Türmen lange das höchste Bauwerk der WERD Bis heute ist er eine der größten Kirchen überhaupt Im Innenraum der Kirche dreht sich alles um die Heiligen Drei Könige Der Schrein der Heiligen Drei Könige ist einer der bedeutendste Kunstschützer Dismittalitis 这个建筑的 它的尖顶 Turm 除了有塔的意思 这边特指教堂的尖顶 那么它的尖顶呢 有157米高 所以长期以来 它都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 至今 它都是最高的教堂之一 在教堂的内部 一切都是围绕着三圣王 三圣王是 德国这个宗教里面的 一个形象 三圣王的神刊 也是中世纪 最重要的 艺术瑰宝之一 所以呢 这一段介绍的呢 就是 Der Körnerdum 科隆大教堂 所以这是它的标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 科隆大教堂的 外观图 以及它的内观图 Ok Next Abschnitt B 这是一座圆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Bai表示在什么什么附近 那么这个城堡呢 是巴法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 在1869年让人建造的 但是呢在他的一生当中啊 这座计划中的城堡并没有完工 他迷人的环境 童话般的建筑风格 以及极富艺术性的内部装潢 每年都信了超过百万的游客 安诺文字幕志愿者 继续文字幕志愿者 那么看到这里应该已经猜出来 这是哪一个建筑了吧 我们先来把后半段看完 那么它被旅游行业呢 称作是童话城堡 它也是迪士尼主题乐园 城堡的原型 也是众多童话电影的拍摄地 一只白色的长着长脖子的大鸟 那么它生活在湖面上 或者河面上 仿佛呢透露着这座城堡的名字 对了 那么新天鹅堡 怎么能没有天鹅呢 那么这个白色的大鸟 指的就是天鹅 Schwan OK 所以呢 这一段 Abschnitt B 对应的标题就是 Neuschwanstein 德国的新天鹅堡 哎呦 不知道有没有周杰伦的粉丝哦 那么我相信肯定有喜欢他的同学 周杰伦他的婚纱照的拍摄地 其实就是在德国的新天鹅堡 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漂亮 Und dann weiter Abschnitt C Seit 1964 findet sie jedes Jahr im Oktober in einer Stadt am Main in Deutschland statt und ist das heraushagende internationale Jahresereignis der Buchbrancher Fünf Tage im Oktober dauert diese wichtigste Messer der Wert für Bücher und neue Medien Mehr als 250.000 besucher Darunter etwa 10.000 journalisten kommen aus aller Welt 自1964年以来 他呢 每年10月 在德国美英河畔的 一座城市里举行 并且呢 是一个图书行业的 重大国际性年度事件 哎 他地位非常重的吧 那么这个重要的书籍 和新媒体国际展会 在10月持续5天 25万多的访客 其中呢 大约有1万的记者 来自世界各地 那么相信大家 已经猜出来 是哪个活动了 So is she the Treffpunkt for Autoren and Verleger Buchhändler and Bibliothekare Kunsthändler and Illustratoren Agenten and Journalisten Vertreter的新媒体 代表的聚集地 他也是感兴趣的 读者的聚集地 同时呢 他也为出版行业的版权 或者授权许可 提供了世界范围内 最大的交易市场 最后一句话 需要大家好好的去理解一下 我们可以拆开来看一下 这里的Recht 我们知道它表示权利 但是呢 这边理解为版权 另外一个固定搭配 Handler mit etwas 特质什么什么的交易 所以呢 Abschnitzi对应的Überschrift 应该是 Frankfurter Buchmeser 法兰克福书展 那么这个书展 它的这个目的啊 就是为了促进版权交易 好的 我们来看最后一段 AbschnittD Es ist das 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 Zwischen 2003 und 2005 wurde das Bauwerk in der historischen Mitte Berlins auf einer etwa 19.000 Quadratmeter großen Fläche in der Nahe des Brandenburger Tors errichtet 2700F und der Schütze hier hohe Betonpfeiler Hagen aus dem Boden 这里面有好几个名字啊 大家还有印象吗 那么这个建筑 这个景点呢 它是欧洲 被杀害的犹太人的纪念碑 应该知道是哪个了 在2003年至2005年间 这个建筑被建造在 柏林中心 大约19000平米的 这样的一个面积上 也就是在 柏林登堡门的附近 2711根不同高度的 水泥柱 出力在平地上 哈根 那是水泥柱 那是水泥柱 那是水泥柱的 那是水泥柱的 那么刚刚前面讲了 有这么多的水泥柱 这些水泥柱 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森林啊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脑补一下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这种水泥柱形成的森林 会让人想起 约600万无辜的人民 这些人呢 被纳粹分子所杀害 游客呢 应该独自慢慢的 穿过这个场所 如果大家去过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话 会有这种感觉啊 就是只能慢慢的 呼吁一安静的走过 多一方讲 不可以喧哗 只有这样呢 他们才能够在水泥柱间 狭长的过道里 设身处地的去理解那种 孤独和绝望感 而这些正是那些犹太人 在第三帝国所遭受的 这些关系带字D 指代的就是前面的 The Einsamkeit und Verzweiflung 所以呢 这一段介绍的就是 柏林的一个景点吧 我们讲到一个景点 叫Holocaust Man Man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照片啊 所以是高高低低的水泥柱 就是这个样子的 OK 那么 This is Alice Filden Text 那么我们文章 精读过之后呢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标题部分 留了一个小的悬念 也可以翻到书本上的84页 我们来看一下 在Lise Verständnis部分的 预报1 Listen Sie den Titel des Textes und vermuten Sie 那本来是要求大家去猜的 那么这边呢 我带大家看完之后 我们来理解一下 Wes kann man unter Kuturlandschaft feste in? 怎么理解这个 Kuturlandschaft 我们知道 Landschaft 它本身是风景 对不对 那么这边 变成一个复合词之后 字面意思就是 德国的文化风景 那么我们看完全文之后 其实这个单词 应该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呢 这个概念 大家理解一下就行了 好的 那么最后呢 书本上84页 还有一个小的题目 We want time Listen Sie den Text noch einmal genau und ergänzen Sie die Hauptinformationen in die Tabelle 请大家根据课文的内容 把这张表格填写完整 这张表格的第一行 包括了四个景点 各自的地点 建造时期 以及它的吸引力 或者说特别之处 分别在哪 那么请大家填好这张表格哦 根据课文的内容 OK 非常好 那么我们看到 这张表格当中 法兰克福书展的创办时间 那么我就没有给出 因为呢 它其实是在1949年就创办了 那么比书上 给这个时间还要早 所以呢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Good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 我相信对大家来说 应该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节课吧 第一课的内容比较多 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掌握 那么时间关系 这一课后的 还有一些词汇练习 Vote Schatz Übermann 我们就放到 单元后的test部分当中 再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讲解 大家可以提前去做好题目 预计好 那么我们到时候 作为一个复习哦 大家可以提前去的 然后再给大家看 往后的词汇绝 我们的词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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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词汇绝